你們知道嗎?後面 可以齁 大家好,我姓梁 我是一個一般的小市民 王家被拆的那一天 我半夜還在工作 因為我是自由業,我可以在家裡電腦上工作 我在電腦上面看轉播 看到後來我受不了 覺得我一定要到場園 然後到場園後面是你們都知道的 就被抬走了 然後被送到該丟到哪裡去的 關於說我是被送到該丟 等一下,我只需要講幾件事 第一個 我很高興看到今天有這麼多年輕人 站出來 第二個 今天這件事 不應該只有年輕人站出來 你們大部分人 只要沒有30歲,大部分人 除非你老爸老媽給你 要不然我相信你們根本沒有房子 拆不到你家 對我而言 我賺錢很辛苦 但是我希望有一天我買得起一個家 現在我完全不需要幹這種事了 對不對?我幹這幹嘛 會被拆 所以我在台灣生活的目的 希望保障在哪裡 你直接來保障 我講這個不是為了發現我的情緒 是想告訴你們 今天你們在這裡有很多年輕人 下一次要透過你們 要讓更多30歲以上的人站出來 我不相信全台灣30歲以上的人 通通都傻傻的等著被拆 或者傻傻的覺得自己可以一直買房子賣房子賺大成 所以講這只要告訴你們說 今天你們在這裡 但你們不是孤單的 絕對不會只有你們年輕人在這裡 然後要積極一點 想想看做什麼事情 才能真的讓 該有反應的人有反應 好比說好龍兵他不在這裡啊 他今晚不會反應的 大家要在這裡待幾天待到他會反應 這可能要聽聽大家的想法 但對我而言 我不會天天來這裡等著一個不在這裡的人 謝謝